今天是张一山30周岁的生的朋友杨子一如既往地给他送上了生日的贺卡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杨子将11年前两人第一次进入校园时的合照 并附上文字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校园 至今已有11个年头 真感谢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为牢固 永远陪伴着对方 我亲爱的 祝你生日愉快 身体健康 两个人穿起来 穿着一件黑衣 手里握着麦克风 看起来很年轻 很有朝气 和以前相比 两人都已经成为了耀眼的大明星 在自己的人生中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从杨子的恭喜中可以看出 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杨子的寿辰 张一山也是寸步不离 无论是文字还是照片 都让人艳羡不已 两人从小一起拍家有儿女 到如今还能维持如此亲密的感情 已经很少见了 家有儿女 虽然已经过去16年了 但依然是一部下饭神剧 很多有趣的地方都被人津津乐道 各种桥段的表情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时光飞逝 家有儿女开播16年了 刘星也是30多岁的人了 在此之前 杨子与张一山的感情是很好的 但是很遗憾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更像是一种友谊 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说到杨子 张一山的人生和他差不多 都是童星出身 也是跌宕起伏 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 现在却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我祝愿你们能永远保持友情 并且我们也会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 感谢